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堂堂给大家分享的是,医学专家乔乔说,养生越穷反而越好,看完你就明白了,不少人认为,教育子女,穷养可磨炼意志,复养能丰富内心世界,其实我们的身体器官也有穷养复养之分,你都养对了吗? 1.心药穷养,肺药富养 1.心药穷养,少吃加工食品,心脏的一大杀手是反食脂肪酸,尤其是人造的煎炸食物,各种酥,都要少吃。 保养要点,少吃人造食品,多吃天然食品,配料表中出现氢化、精炼、人造等自饮时要提高警惕,可能是反食脂肪,保持腰围,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会下降。 2.肺药富养,保证干净的生活环境 健康的肺离不开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,除了远离烟草,厨房中的油烟也要尽量避开,否则就会吸入大量致癌物。 保养要点,改变烹饪方式,多蒸、炖、煮、少煎、炒和油炸,还可以采用水炒方式,炒到一半时在锅里加些水。 主厨们不妨养成戴口罩的习惯,减少油烟的吸入。 2.脸药穷养,脚药复养。 1.脸药穷养,不必过度清洁。 以面部和颈部皮肤为例,未经保养的颈部皮肤不比面部差,如果面部经常清洗,就会缓慢破坏天然的皮脂膜。 2.保养要点,清水是最好的化妆品,此外,退休族们可选用维生素E保湿润肤,最重要的是做好防晒,避开阳光直晒。 2.脚药复养,时刻保持温度,在中医看来,脚离心脏最远,是全身阳气最难到达的地方,日常需要额外保养。 3.保养要点,除了一年四季都要泡脚外,还可经常按摩脚底,双手搓热后,用两手掌轮流搓两脚的脚心致发红发热,每天将双脚翘起两到三次,平或高于心脏,有助于促进脚,腿部血液循环旺盛。 3.肾药穷养,肝药复养。 1.肾药穷养,少吃盐肉。大鱼大肉可能导致蛋白质等营养素摄入过多,给肾脏带来负担。 有些盐分多的食物,对肾损害也很严重,所以肾药穷养。 高糖、高盐、高蛋白的食物不要乱吃,尽遵医嘱服药。 保养药养,常喝水可保护肾脏,促进肾脏排毒。 睡好子午觉,午时睡眠可养肾阳,子时睡眠可养肾阴。 2.肝药复养,积极注射疫苗。 肝癌是高死亡率的恶性肿瘤,产生条件之一就是感染乙肝病毒,之后不断恶化病变。 而不重视乙肝预防,不达乙肝疫苗,不了解乙肝病毒传播知识,再加上不讲卫生,都会增加肝炎发病率。 保养妙点,坚决不吃污染、没变的食物。 发生不明原因的恶心呕吐,排便异常,一定要到医院就诊。 预防乙肝,尚未感染乙肝病毒的正常人,需注射全程乙肝疫苗。 4.生药穷养,神药复养。 1.生药穷养,多锻炼,常出汗,身体要苦一点。 不要让空调暖气剥夺身体出汗的机会,尽量保证每周三到五次,每次半小时的有氧命动。 2.神药复养。 放松情绪,充实内心。 不良情绪是导致多种疾病的直接原因或诱因,愤怒伤肝,破坏肝注藏血液和调节血量的功能, 而抑制恼怒,安定情绪,则疾病减少,寿命增长。 保养尿点,孝食最好的精神补品,大孝能使肺部扩张,胸肌兴奋,隔肌上身,加深呼吸运动,还能清理呼吸道。 人每笑一次,恒格膜大约如动十八次。 一个健康快乐的中老年人,人生中一定有几道不可缺少的大菜。 这场人生佳宴,请您尝一尝。 开胃酒,酒名,好心情。 成分,平静的心态,豁大的胸怀,开朗的人生观。 岁数大了,不要在小事上斤斤计较,有些事情学会难得糊涂,不要自寻烦恼,有事不怕事。 真遇到事,一定要找到情绪发泄口,要么放手,要么就顺其自然。 日常与人聊天,主动开点玩笑。 笑,最能让人愉悦。 生活中多看喜剧,多和有意思的人接触,少一些负能量,多一份好心情。 第一道菜,书籍,菜名,活到老,学到老。 主料,自己最喜欢的书籍,不拘树木,不拘种类,不拘年代。 配料,读书笔记,时代在进步,我们也不能因为退休而停下学习的脚步。 通过学习新事物,可以增加我们的成就感。 通过读书看报,回忆,思考,会让我们觉得此生沉甸甸的,欣慰而自豪。 而且,读书和思考是预防帕金森症的有效手段。 第二道菜,爱好。 菜名,陶冶情操,依然自得。 主料,画画,唱歌,跳广场舞等。 配料,融入生活。 老年人应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,生活有重心,每一分钟都变得有滋有味。 走出家庭,走向社会,走进大自然。 只要觉得有情趣,能使心境,事业开阔,能陶冶自己的活动,就去积极参与。 不畏流言,不惧蜚语。 这样不仅可以打发空闲时间,还可以愉悦心情。 第三道菜,运动。 菜名,生命之本。 主料,持久的运动项目,如太极拳,散步等。 配料,舒适的运动装备。 运动是保持我们幸福生活的银钱。 虽然它不是金钱,不能买到我们需要的物质东西, 但它可以使我们身体健康,生活愉快。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,这个银钱比金钱更值钱。 它可以买到金钱买不到的东西,那就是健康长寿。 并且,常进行锻炼的老人,在病魔面前会显得格外镇静。 这就是因为体育锻炼重塑了我们的精神面貌。 第四道菜,绿油。 菜名,一起看世界。 主料,浇油踏青,观光。 配料,接触大自然。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风景,我们不曾见过。 当我们年纪大了,发现我们能够到达的地方变得有限。 但是,不要放弃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权利。 其实,对我们来说,有什么比牵着老伴的手一起去旅游更温馨的呢? 融入大自然中来一个深呼吸,你会找到反老还童的感觉。 第五道菜,睡眠。 菜名,好身体,睡出来。 主料,固定,充足的休息,高质量的睡眠。 配料,安静的休息环境。 很多老友都说,就算晚上八九点钟躺在床上,我们也睡不着。 其实,睡眠因人而异,并不以时间的长短来判定。 如果您习惯于在晚上时时入睡,不妨固定下来,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入睡。 睡眠的质量如何判断呢? 并不是说不做梦就是高质量的睡眠状态。 而是当我们起来之后,没有疲劳感,眩晕感,精力恢复就算满意了。 第六道菜,亲情。 菜名,天伦之乐。 主料,家人,配料,聚会。 儿女已长大成人,正是事业有成,工作繁忙的时候, 有需要的时候帮她们带带孩子,礼礼家务,做做饭,刷刷碗。 哪怕是堪堪门,也会帮她们解除一些后顾之忧。 家庭能带给我们欢乐,让我们好好享受亲情, 享受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,把烦恼抛在脑后吧。 第七道菜,爱情。 菜名,携手此生。 主料,老伴,配料,浪漫。 他,他,可能适合您吵嘴最多的人, 也可能是让您操心生气的人。 但是一起从黑发走到白发, 心里的爱情早已经变成一种不能舍弃的依恋了。 上班时,一直忙于工作,难免会疏于家庭, 也会疏于爱人。 现在好了,可以挽起爱人的胳膊, 轻轻松松地逛逛公园,聊聊天, 转转集市,采购采购副食和蔬菜。 老伴,老伴,退休后才是真正的相依为伴。 第八道菜,友情。 菜名,老友之交不渴望。 主料,老友,配料,真诚,谦让。 朋友是一个很奇妙的概念, 当我们不再年轻时, 我们的友情却变得更为纯粹。 下棋的棋友, 钓鱼的钓友, 跳舞的好友, 他们带来了对您的关心, 从而排遣了孤单。 用一颗真诚的心和老友相处, 可以分享快乐, 分担困难,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, 也让我们更懂得宽容。 第九道菜, 新观念。 菜名, 时尚老人。 主料, 尝试的勇气, 配料, 不怕失败。 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, 我们虽然上了年纪, 但仍可以大胆地接受新事物, 新观念, 选择一些身体条件允许的活动。 老年模特队可以让我们时尚地走上七星台, 进入网络, 可以使我们了解未知的世界。 对于老年人来说, 学习和接受新事物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, 但只要持之以恒, 总会有所收获。 第十道菜, 年轻心态。 菜名, 烦老还童。 主料, 不拘泥于年龄这个数字。 配料, 自我暗示。 谁都明白衰老是自然规律, 但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完全可以不同步, 甚至心理年龄可以逆生长。 我们应当树立一种比自己实际年龄小几岁的心态, 防止人未老, 心先老。 五十岁就认为自己已老了, 六十多岁觉得自己不中用了, 抛开年龄这个数字, 才能活得更惬意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,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。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桃哦,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。